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亦剛去到之前預計港股反彈的短期目標26600至26700 在上星期中期亦剛碰到 但在這段期間的確內地政策沒有停止 基本上每天都有新消息 由平台經濟到平板玻璃 亦有奶粉和媒體相關的政策 但對港股的影響度 尤其是剛才提及不是主要藍醜的股份 所以對港股的震盪性沒有那麼大 上星期尾段看到港股波幅開始收窄之餘 成交亦持肉縮減 始終大家的投放意欲受到政策影響 大家的投放意欲不是太高漲 但留意上星期之前提及過汽車股份 都繼續做得不錯 尤其是比亞迪曾經持續破高位 而新能源股份亦都繼續做好 相信接下來業績公佈風期 相關股份的各股表現 都會在板化裏有個別股份突圍而出 所以接下來要留意著業績公佈 好像剛剛公佈了中心 其實中佈了業績 雖然是一支比較不太漂亮的陰燭 但始終無理的表現是得到改善 相信之後經過整固之後 其實還有機會再有下一段炒作機會 而恒指方面 其實支持位暫時可以上移到25,800 而阻力位置都可以繼續向上移動 始終整個市對政策消息或影響到開始減弱的時間 其實上面我覺得暫時還有機會上上26,800 這是比較樂觀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想市當然未來的一個表現 都會因應著內地的政策到底會不會持續推出 而相關受影響股份當然一定會受壓 但我想大家可以有一個思想氛圍 就是想內地方面做很多政策都寄望著人口政策可以有一個推動 而之前來說樓市或教育 其實都是針對著希望內地方面在三孩政策執行力比較強 所以我想現階段當然三孩政策的受惠股份 未必會完全收穫得到 但最少我覺得投資氣氛 我想慢慢在下星期大家投資情緒都會 側重在三孩政策受惠股份之餘 好像之前都提及過的 現在加上晶片股和新行券股份 這類型的板塊我覺得都可以繼續跑回大市